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加拿大税务居民的系列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 你离开了加拿大了 那么怎么用 那么我们下面来再看 那么这里就说 关于你离开加拿大的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你还可能是一个加拿大世界居民 然后第二种情况 你可能会被考虑成一个离开加拿大的移民 那么这个状况 然后呢 那么第三种来了 第三种来了 You may be considered a deemed non-resident of Canada If you establish a residential ties in a country That Canada has a tax treaty with And you are considered a resident of that country But you are otherwise a factual resident of Canada Meaning you maintain significant residential ties with Canada The same rules apply to deemed residents as non-resident of Canada 好 那么 那么这个情况啊 就是说 你呢 可能会被认为啊 是一个叫deemed resident of Canada deemed deemed non-resident 就是你被认为的 非 非税务居民 被认为的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 那么什么情况下面 你会被认为是一个被认为的非税务居民啊 如果 如果啊 你呢 我们前面说到这个 如果你啊 在国外啊 到另外一个国家 跟另外一个国家呢 建立了这个居住联系 而且那个国家呢 跟加拿大有税务协议的 而且呢 然后呢 你呢 还 然后呢 你呢 是是那个国家的税务居民啊 那么同时呢 你又是加拿大的一个实际实际的居民啊 那么等于说这个是冲突了 对不对 那么冲突了 意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在 你同时呢 在加拿大呢 也有非常显著的这个居住联系 加拿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被 可能 你就会被 可能会被认为啊 是一个被认为啊 被认为是 非加拿大的居民 那么 那么这种情况呢 那么所有的规则呢 就是跟这个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呢 是一样的 规则 那么 那么这个呢 我们呢 就要谈到呢 就是说 那个叫什么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了 non-residents of Canada 那么好 这里呢 我们点一下啊 好 我们点一下 那么今天呢 就是讨论一个话题了 那么这个话题呢 相当的 相当的长的啊 应该说还蛮长的啊 那么我们来来来看一下 他什么叫非加拿大 非加拿大税务居民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平时啊 就是讲的比较多的啊 一般我们一般人呢 都是 主要的就是两个概念 要么你是加拿大的 税务居民 要么就是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 非加拿大税务居民 那么这这中间的呢 一个呢 叫一个叫实际上 你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其实处在中间状态的 那么实际上的加拿大税务居民呢 是那些呢 就是说你临时呢 离开加拿大 而度假了 住宿时代 那么实际上那个规则呢 跟加拿大税务居民呢 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被认为 你等于说 你是被认为是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的 而那个呢 也是啥加拿大税务居民 规则一样 那么呢 还有呢 就是被认为 不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还有呢 一个是 你是离开加拿大的移民 等等等等 那么那个规则呢 都跟那个 也规则一样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专门来 讲这个 Non-Residence of Canada 你是加拿大的 非税务居民了 那么 那么好 我们看啊 This page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come tax rules that apply to non-residence 那么 那么这一页 它说 包含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non-residence 这个这个 税务规则 啊 报税的税务规则 好 那么就是 下面讲到这个 residency status 好 那么我们专门要讨论是 非税务居民了啊 那么非税务居民 那么那么 就是说 You are a You are a non-resident for tax purpose if you 如果在什么情况下 下面你被 会被算作是一个 一个非税务居民啊 好 那么 这个 这个 第一个 通常说 normally customary 同意吗 or routinely live in another country and are not considered a resident of Canada 好 那么那么 同意吗 这个句子啊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奇妙 我只能这么说 这个句子啊 非常的奇妙 什么奇妙 怎么个奇妙法 他说啊 你呢 normally normally就是 通常的 然后是 customarily 什么叫 customarily呢 就是说 你是习惯性的 传统性的 习惯性的 然后是routine 或者是 他这个是 哦 你那是通常的 或者是习惯性的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 常规性的 这个routine 也是一个常规 这个routine呢 这个地方啊 这个句子啊 非常的奇妙 为什么这么奇妙 其实这三个词啊 其实这三个词啊 敬意词啊 敬意词 他们的意思在英文里面是一样差不多的 那么那么你你你你你怎么个区分啊 我是没法区分啊 这个东西怎么区分啊 对不对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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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他后面有没有更准确的定义啊 这个normally啊 那么那个routine呢 routine呢 routine也是通常的啊 也是通常啊 就是通常啊 然后呢 你呢是反正是通常呢 是居住啊 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呢 你呢 并不认为呢 是一个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这个废话 这后面这句是废话 就是说你呢 并非呢 是一个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并没有被认为 被认为consider的 被认为是一个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然后呢 你呢 通常呢 住在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是一种情况 你就是 你就是一个非税务居民了 然后第二个 或者 或者什么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residential ties in Canada and any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什么 或者什么呀 或者呢 你呢 没有 显著的加拿大的居住的 那个居住的联系 你没有显著的 跟加拿大的居住联系 而且啊 那么下面两种情况呢 也适用于你 什么情况 你呢 生活在 you live outside 看到的 so out of the taxi 你呢 整个的这个 这个一年啊 都居住在加拿 都居住在国外 啊 然后呢 或者呢 要么你呢 就是说 整个一年呢 都居住在国外 还有一个 如果你还有一些时间 居住在加拿大的话呢 你 you stay in Canada for less than 183 days in the taxi 那么这一年啊 你呢 在加拿大的居住呢 少于183天 这个原则啊 非常的重要啊 那么我们要讲讲 这个183天呢 这个东西就是半年嘛 大约就是半年多 半年多一点点啊 就是半年 这个标准啊 就是说 非常的重要啊 这个也不是标准啊 这个说法啊 非常的重要 那么也就是 言外之意是什么 言外之意啊 就是说 你啊 如果在加拿大 没有待满 180天 183天的话呢 你就 你就有可能呢 被认为是 非税务居民 你在加拿大 待了少于 183天的话 啊 你呢 有可能就 变成了一个 非加拿大的 非税务居民 啊 但是呢 这个呢 是要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啊 就是说 你还要有 其他的条件 就是说 还有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 重要的 要考虑的 就是说 你呢 在跟加拿大 没有显著的 那个 那个居住联系 啊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 你在考虑 就是说 所以呢 这从这里啊 我们要看到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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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概念 这里就讲到 就说 你确定你的 是否是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啊 光光不能 仅仅凭这个天数来的 啊 你待在加拿大的天数啊 不能仅仅是凭这个来的 啊 他 而是要他凭什么 他主要要考虑你啊 是两个因素啊 要要要要要在考虑的 而且主要要考虑的 首先一个最最重要的 就是说 你跟加拿大 没有显著的 居住联系啊 这个条件是 你是要必须考虑的 然后在这个条件下 如果呢 你呢 在加拿大呢 呃 少于183天 或者是 你根本就没有 这一年 你没在加拿大呆过 啊 这个居住时间 再考虑 然后这个时候啊 你才 可能会被认为啊 你是非税务居民 啊 那么那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情况呢 就是这样 要要要要要 这个这个情况 就是要综合考虑的 不能单单考虑 你在加拿大 居住的时间 就是说 你在加拿大呆满 呃 很多人就认为 啊 我只要 我只要这个这个 就是说 在加拿大 呆满了 这个这个 呆满满了 183天 啊 等于说 我就是非税务居民了 这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 跟加拿大有 很显著的 居住联系的话 比如说 你的老婆孩子 啊 什么东西啊 房子 都在加拿大 然后呢 你 你在 在中国 比如说 在中国大陆 啊 你待了 待了半年以上 啊 那个时候 你不能声称 啊 我就不是加拿大的 税务居民 啊 这个不行的 这个不行的 啊 也就说 你要 你要跟加拿大的 那个居住联系 要切割 所以呢 这个整个 这个 就说 整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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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 非税务居民的 这个 怎么来判定啊 主要的 还是要看你 跟加拿大 有没有 居住联系啊 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然后呢 再看看你 这个 这个 这个天数 在加拿大 待了多少天数啊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这点 我们现在看了 这个就非常 明白了 很多人啊 在网上 有些人好像就认为 啊 你只要待 待不满 183天 那你就是非税务居民 没有这回事的啊 就是说 你要 你要成为一个 加拿大的 非税务居民的话 主要还是看你 那个 主要还是看你 就是说 跟加拿大的 那个 居住联系 那么你的 如果没有 显著的 那个 居住联系的话 没有显著的 居住的 这里一个 significant 这个要注意了 你稍稍有点联系 也不算了 你就是说 要有显著的 那个 residental time 那么显著的 residental 我们以前 讲过的 这个定义 我们就讲过 好 那么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 如果你在加拿大 待了少于183天的话 那么你有可能会被认为是 non-residence 那么好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他的 什么叫 怎么个 怎么个算法 怎么个定义法 为什么 怎么个定义 你算 非税务居民的 加拿大 非税务居民 好 那么 这里呢 有个注意的地方 notes 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是加拿大 政府雇员 你是公务员 你是加拿大政府雇员的话 或者是你是军人 或怎么样 这个呢 就是规则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呢 你一般来说呢 你要去参考 那个 政府雇员 海外政府雇员 加拿大的海外政府雇员 他们有实际的 那个那个那个规则的 适用于实际的 特定的规则的 规则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而且这种规则 同样也是 你的那个配偶啊 子女啊 都适用的 那么关于这个 加拿大雇员这个东西 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了 那么那么我想啊 我我们的 我的听众里面 也不 不会 不会有加拿大雇员的 加拿大雇员的话 不是 加拿大政府雇员啊 加拿大政府雇员的话 不会看我这个视频的 他们自己会搞定的 这个政府这种东西 他们都很熟的 对不对 还要看 听我这个视频干嘛 所以呢 我们对于加拿大的政府雇员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不讨论了 对不对 不要浪费时间了 对不对 我这里讲的 肯定没他们 知道的多 对不对 他们要知道的 比我多的多 对不对 啊 anyway 好 我们这种说下去啊 if you sojourned in Canada for 183 days or more the 173 days in the tax year do not have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residual ties with Canada and are not considered a residual another country under the terms of tax year between Canada she deemed residual for the rules that applied 啊 那么 他说啊 你呢 如果啊 如果你呢 在加拿大呢 待了183天以上 啊 那么 包括183天 等于说你呢 待在加拿大呢 183天以上 然后呢 这一年里面 你待了183天以上 然后呢 你呢 但是呢 你呢 没有 显著的 居住联系 跟加拿大 就说你呢 虽然呢 你呢 待了180天以上 然后呢 你呢 跟 加拿大呢 没有显著的 居住关系 而且 啊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呢 并不被 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你另外 居住的那个国家 你并不被 他们认为啊 你是一个税务居民 而且 那个国家呢 跟加拿大呢 有一个 税务协议的 啊 在这种情况下 啊 你呢 可能呢 呃 会被认为啊 是一个 呃 被认为是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啊 然后呢 他让我们 让你去参考 这个 Dim的 Resident of Canada 看看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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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什么 呃 有什么 试用的 啊 就是说 关于 有关于 Dim的 Resident of Canada 那么这个呢 我想呢 我们 看那个 主要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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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我们主要的 这个文件呢 后面呢 会讲到这个东西的 什么叫 Dim的 被认为是 加拿大的居民 啊 因为这里啊 碰到这种情况 啊 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实际上面 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加拿大 跟你待在另外一个国家呢 有税务协议 然后呢 你呢 待在另外一个国家呢 不承认你是 不承认你是 税务居民 啊 那这种情况 你总得有一个 是税务居民吧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报税 这个事情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在同一个时间 啊 你呢 待在几个国家 待过 那么你呢 总 总得有一个国家呢 要算作 你是税务居民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是 没有一个国家 算作税务居民 这个不可能 你就不用报税了 没有这么便当的 对不对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事情很 很奇妙的 就是说 一方面呢 这个事情 分两方面的 一方面呢 你呢 不能同时 成为两个国家的 税务居民 你呢 只能是一个国家的 税务居民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你呢 又不能呢 同时呢 是所有的国家 你都不是税务居民 这个也不行 你总得有一个国家 就是说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你呢 总得 是某一个国家的 税务居民 啊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来 如果别的国家 你待过两个国家 比如说 你呢 另外一个国家呢 他并不承认 你是那个国家的 税务居民 那你只能是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是不是 而且你这加拿大 待了180天以上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把你作为一个叫什么 叫 Deem the Residence of Canada 就是你是被认为的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啊 那么这个东西啊 非常的高 是不是啊 好 那么那么他说 你呢 就是说 你的 你的税务义务了 Your tax obligation 作为一个非税务居民的话 你有什么税务 税务 纳税务啊 有什么意乡啊 那么我们看 As a non-resident of Canada You pay tax on income You receive from sources in Canada The type of tax you pay And the requirement to file an income tax Dependent on the type of income 那么 那么作为一个 他说作为一个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啊 作为一个加拿大的 非税务居民啊 你呢 付那个税啊 交税啊 你交税呢 就是说 只交啊 你加拿大的收入到的 加拿大的收入的 来源的那个税 你还是在交税 如果你在加拿大 有收入的话 但是呢 别的国家的 那个收入啊 你就不用交税了 这个呢 就是说 所以 很多的中国人啊 特别是 很多人 移民到这里来 但是呢 国内呢 还是在做生意啊 或者是 有收入的 他们呢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囊人 就是说 非税务居民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 你一个 你其他的 你在中国的收入 你就不用交税了 啊 你只要在 你只要交 在加拿大的收入 啊 加拿大的收入 你还是要交税的 啊 但是呢 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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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其他的地方 去 you pay tax on income you receive from from sources in Canada 只要加拿大交税 其他的国家的收入来源 来源的收入啊 你就不用交税了 啊 然后呢 他说 你这个交税啊 呃 交怎么交法 呃 以及这个 这个 呃 非税务居民啊 received by a non-resident is subject to part 13 tax or part one tax 啊 那么同学们 这个里面有 有一个就是说 呃呃呃呃 你 你 你如果是加拿大的收入啊 你是一个非税务居民 如果你有加拿大的收入的话呢 你呢 这个呢 又要要要要要怎么个付法 根据什么来付呢 就是根据这个税法里面的一个叫 13部分的一个tax 或者是第一部分的一个tax 那么这两个呢 有赚 啊 那么那么下面呢 就来了 什么叫part 13 这个是罗马字母啊 同学们 这个是罗马字母13啊 啊 是不是啊 那么就是我们就叫它13了 那么什么叫 13的这个是税啊 13税 哈哈 我们就简称为它叫13税啊 13的这个税 什么个意思啊 那么好 我们来看 part 13 我们就part 13 tax is deducted from the types of income listed below to make sure the correct amount is deducted it's important to tell Canadian payers that your non-resident income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那么那么 那么就是 就是part 13这个税啊 是 是由下面的收入啊 下面的收入 就是下面它会列出来 那些收入呢 你呢 要扣 他那个 付你那个 付你收入的人啊 付你收入的那一方啊 要扣掉 扣掉那个那个税的啊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你呢 就是说 你呢 非常重要一点呢 就是说 你要事先要通知的 你付你收入的那个 呃 那一方啊 啊 要告诉他们 就是说 要通知他们 就是说 你呢 是一个 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 这第一点 然后呢 你还要告诉他 你现在 你现在的那个 居住的国家 别的国家 就是说 你别的国家 你是哪个国家的税务居民 就这个意思 你呢 现在呢 你首先要 你要通知你的 给你那个 收入的那方啊 你要通知他们 告诉他们 你现在呢 已经不是 你 你不是一个 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然后呢 你是哪一个 然后你是哪一个 国家的税务居民 啊 这样的话呢 你那么 他付你收入的 那个那个地方 加拿大的那个 那个公司也好 银行也好 怎么样 那么他呢 就会 扣你的那个 钱的数据啊 就要准确了 就会准确了 要不然的话 他就下扣了 把你全部扣着 开玩笑 这我随便 开一句玩笑啊 好 那么 哪一些收入啊 是属于这个 13岁 哈哈 sorry sorry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Canadian income subject to part 13 tax 那么 那么 那么他这里啊 他一个黑体制标注的 就是最最普遍的 最最常见的啊 那么这个 这张list呢 不是包含全部的啊 就是说 他是最最常见的 一些收入 会作为是个13岁的啊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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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要要要注意 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个呢 是最常见的 哪些收入 是属于这个part 13岁的呢 比如说 第一个是dividend 啊 就是股票的那个红利 啊 叫红利 dividend 然后呢 这个rental and royalty payments 然后呢 房租 你出租房屋的收入 还有呢 一些呢 叫royalty 这个royalty呢 就是说 比如说你 你出了一张 你有一张唱片 那么人家要教你 那个那个听 每次你要 人家听你的东西 你要付你的royalty 或者说 比如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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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YouTube 那个视频啊 像我这样 播出视频啊 如果 如果我有收入的话 这个也 也应该叫royalty 啊 payment 那么就 就这个啊 然后是 pension payment 啊 那么就是 付给你的 那个那个 退休金 加拿大付给你的 退休金 啊 这个也 也算是 这个 这个13岁的 叫13岁的 然后 这是 old age security 退休金 和 OIS 这个就算了 然后是 CPP CPP 也算这个的 然后是 retiring allowance Alliance 就是什么补贴 什么配偶 配偶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补贴啊 对不对 那个那个 我们以前谈过 那个退休 那个里面 谈过那个 Alliance 然后是 register的 RSP RSP 给你的 那个 那个付给你的 收入 也算的 然后是 然后是 那个 注册的 注册的 退休 退休收入 这个基金 退休收入 基金 然后是 annuity payment annuity annuity payment 就是那个 保险啊 你买的保险的 那个那个 每年呢 给你的 返回的 那个叫保险 也是 算是一种 年金吧 保险年金 然后是 management fee 还有一些 是什么叫 manage payment fee 就是说 那个管理费 那么什么管理费 我们这里 就不去讨论了 谁有这个管理费的 在碰到呢 你们自己去搞定 我不知道 要付你管理费 你管理什么东西 要付你管理费 anyway 好 那么 这些 是常用的 常见的 常见的呢 是属于 你要付这个 13岁的 这些 项目 好 那么下面呢 他有一个注册 又要有一个注意了 他又要有一个注意了 注意是这个玩意 genery the interest that you receive or that is accredited to you is exemplary continual withholding tax if the payer is unrelated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Canada Revenue the non-resident tax calculator or contact the Canada Revenue Agency 那么就是说 通常来说 就是说你所收到的利息 你所收到的利息 怎么样 the interest that you receive or that is 你所收到的利息 是不受这个 加拿大的那个 那个 预扣税的 就是说 预扣税 如果啊 如果这个 付你收入的这个 比如说银行啊什么 是跟你啊 没有关系的 什么叫银行 跟你没有 就是付你钱的 跟你没有关系 就是说 这叫 Armsland 什么叫Armsland 就是外面的人 啊 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银行 付你付你那个利息的 那个呢 就是 就是他不会预扣你的 那个 那个税的 不会有预扣税的 那么因为 那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这个 13岁啊 啊 这个13岁 是一种预扣税啊 啊 他是一种预扣税 就是说你 付你钱的那方啊 是预扣的 啊 那么就关于这个预扣税的东西啊 在加拿大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的 很多地方都有预扣税的啊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你发工资啊 每个月的工资单上面 你的雇主啊 都把你预扣税的扣掉一部分了 那么这里呢 也就是说呢 一般来说这个利息啊 银行的利息啊 你是不会 没有预扣税的 啊 明白吗 那么就说呢 付你钱的人呢 跟你不打尬的 啊 应该我们这么说 不是你的亲戚啊 或者是你的朋友 啊 这这种 这种情况下 你你的利息啊 是 没有 没有预扣税的 关于他说 关于这个 更多的 你要看更多的信息啊 他有一个 加拿大税务局啊 有一个 非税务居民的 税的那个计算 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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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你可以去算的 啊 怎么个弄法啊 然后呢 或者呢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问那个加拿大税务局的啊 好 那么那么大家留意啊 这里呢 有一个叫非税务居民的 税的计算器 那么我们点一下 好不好 这个东西啊 那么啊 这个计算器 那么好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讲 我们 我们不 我们这个计算器 现在先不讲啊 就这个计算器 以后再 以后碰到了再讲啊 如果你是非税务居民的话 你可以计算 其实这种计算的话 也是大概的啊 也是大概 好 我们就这看下去啊 好 这里啊 if you receive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during the tax year you may have to file the old age security return of income 啊 一起啊 那么如果你是 你是收老年金的啊 你在国外 你你你你收取那个加拿大的老年金的 那么你要你你你你要你要填一张 你要报的 你每年要报一个老年金的一个收入的那个那个东西的啊 每年要报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这个这个大家有老年金的人要要要要知道啊 你要报一个老年金收入啊 你要报也要报的 这个呢也算是报税吧 也一种一种报税啊 好 那么 如果啊 后面来了啊 如果你收到的加拿大的收入啊 是要属于要交这个13岁的话 啊 那么下面是怎么样啊 那么如果你的收入啊 是要交13岁的话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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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什么情况 Canadian payers including financial must deduct the purchase when the income is paid or credit 啊 那么第一点看得没有 如果你这个收入啊 要属于是13岁要交的话呢 那么那个付你钱的那一方啊 包括银行啊 金融机构啊 那么必须啊 他们必须啊 要把这个13岁啊 预先预扣的啊 这个呢 所以前面要讲到是预扣的问题 他们就说你那个钱还没有给你以前啊 他们先扣掉 啊 预扣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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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个啊 你这个情况啊 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 the part 13 tax are deducted is your final tax rate to Canada on this income if the correct amount is deducted 那么那么如果啊 如果这个扣掉的部分啊 是正确的话 那么呢 这个呢 13岁呢 就是说这个呢 你就是你最终的 最终最后的这一年啊 最终的呃 你应该向加拿大也交的税啊 那么那么你现在是你是非税务居民啊 那么这一年呢 你的义务啊 交的税呢 这个13岁呢 如果他扣对的话啊 啊 没有多扣 也没有少扣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你 这个就是你最终的 要交的税 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一般来说 他 那么这一年大家注意啊 一般来说 他预扣税啊 预扣税都不会是很准的啊 一般来说 他都会多扣你一点的啊 因为他要留有余地啊 政府做事情总是这样的 对不对 他宁愿多扣你一点 也不会少扣你的啊 要明白吗 那么如果这个数字不对的话 那么后面肯定他有措施的 你要填表 那么他多扣的部分呢 他会返回给你的啊 就像我们报税啊 每年啊 你那个工资单上面啊 你多交了税以后 那个雇主帮你多扣了税以后 你后面有有那个叫reform的 叫叫叫中国人叫什么 退款啊 还不是叫叫叫叫 返回啊 还不知道怎么 反正这个英文叫reform的 我们这里就不声丢了 我一下子啊 想不起来这个中文什么 怎么怎么说啊 那么等到我想起来再说啊 什么叫reform的啊 那么那么就是返回啊 那么叫 好那么 the usual part 13 tax rate is 25% unless a tax rate 比如说看了 那么通常来说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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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13岁啊 这个13岁啊 是25% 啊 那么他说除非啊 加拿大和你那个居住的那个国家 有一个一个税务协议 有一个一个税务协议 那个里面有规定的话 啊 那么那么那个规定里面啊 他们的那个协议里面啊 也会要减这个这个13岁的 那那那那么就那钱 一般的如果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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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协议啊 那么那么就是25% 啊 那么那么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13岁啊 tax rate is not responsible by way of filing a Canadian tax return Therefore do not file a tax return to report the income unless you elect to file a return because you receive either 好 那么通常来说 一般的 这个13岁啊 就是说 你 没法通过这个加拿大报税啊 来得到那个那个返回的 啊 这一点大家注意了 那么我前面刚刚我们说过 对不对 你如果你比如说你的收入啊 你你你打工的收入在加拿大 因为那个雇主多扣了你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报税的时候啊 你报申报了以后 如果你多交了以后 那个税务局会退给你的 但是在这里这个13岁不是用的 你不能通过报税 来来填报税本 来来来来 来那个那个那个 能够拿那个那个返回的 所以呢 他说因此啊 不要啊 报一个税啊 对那的犯 不用用报税那个那个形式啊 加拿大我们每年的报税形式啊 来报你的那个那个income啊 不用 不要 你的你你收到的收入 等于说是你在13岁这个范围里面 属于13岁这个范围啊 那么你啊 不要去报税 不要去报 用报税表的形式 等于说 我们平时的报税的形式 来来来来来要你的那个那个返回的那个数量 除非啊 你呢就是说选择 选择呢要报税 因为啊 你为什么选择报税啊 因为啊 你呢 你还收什么 你还收 你还有什么收入啊 你还有 除非啊 你还有那个房租的收入 从加拿大 有房租的收入 明白吗 那个房租的那个那个收入 Rental Income啊 或者是什么 叫一个木材的一个 一个Royalty Timber Royalty 那么同学们 这个Timber Royalty 这个有可能是你拥有一片 加拿大的那个那个森林啊 它有一个 你你森林里面有长树的啊 或者是有木材的 那每年呢 有人要付给你那个 他们要不要采集那个木材嘛 那么可能要付给你一斤的费用的啊 这个东西啊 Timber Royalty啊 我们不管啊 我我我从来没碰到过 什么叫Timber Royalty啊 这个 然后呢 他说呢 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你要看那个guide 那个指导啊 T4144 Income Tax Guide For Electing Under Section 这个东西啊 你如果有房租收入的话 你要去看那个指导的 或者是你有Timber Royalty的话 那你要去看那个 进一步那个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 啊 你呢 呃 可以用那个申报 那个报税表 来来来来申报你这个 在13岁下面的收入 啊 你可以用 报税表 或者 还有一种情况 你要有 你要报税的 那么就是你收加拿大的那个 pension 你加拿大的那个 那个那个 你有加拿大的退休金 啊 不管 你这里 他指的退休金 应该指的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退休金 只要你有加拿大 有退休金 那么你要报税 你本来就要报税的 对不对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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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本来就要报税的 那么你呢 那么你呢在选择你这里要自己选择你要报报税的要报的等于说你这个13岁下面的收入呢你要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你跟那个等于说你跟报那个退休金啊还有说加拿大的那个房租收入啊那个报税表 你一起把这个也报上去把这个13岁的这个东西报上去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的话呢那么你如果想报的话呢你可能呢就不能用这个报税表你可能要其他的地方呢要单独填一张表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得看下去啊 那后面啊for more information or you or if you think an incorrect number of the text has been determined from me 看了啊 那么你看到没有 这个下面啊就是如果你这个不顺用的话呢那么你如果认为啊你被多扣了这个13岁啊你被多扣了因为上面是25%嘛那比如说有一个有一个付你付你钱的一个机构啊他他他付了他扣了你30%比如说那么他就多扣了5%对不对那么你你要你要你要联系那个税务局了你就是说等于说你多扣了啊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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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指导你 比如说你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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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你要填什么表或者怎么样来来来申明退退退退还给你这个钱啊那么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13岁有那么那么13岁有这个这个有一个范围这大大约什么样的收入呢属于是13岁的对不对那么那么下面呢就是要讲这个1岁了 啊这个阿拉伯说这个阿拉伯罗马数字的1part one 一部分的税啊这个这个东西 我这个是税法里面的加拿大个人税税 个人收入税的税法里面的啊叫part one tax 那么这个一税啊啊又是什么个状况 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里 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继续接着讲这个一税啊什么叫一税 这就怎么搞啊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现在再见 再见 再见